第五千零七十七集 太难太难了 天皇谷中乃是三皇至宝之首 我们想窃取过来 几乎不可能 羽皇谷弟哼了一声道 我自然知道艰难 但天女有帝皇神书 轮回之主有仁皇圣刀 我万须若没有天皇谷中守护 迟早要被他们联手碾碎 完整的巫无神器 必须要有一件 就算无法催动 留在山门里镇守风水 也是必要的 羽皇谷弟手上 也有好几块巫无神器的碎片 但碎片的气韵 完全不能与完整的相比 此前斩家大战 天女的帝皇神书 夜晨的人皇圣刀 让他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他也想要一件完整的巫无神器 镇守山门 莫苍兰自然知道 羽皇谷弟的心情 但想窃取天皇谷中 哪里有这么容易 那可是三皇至宝之手 比起人皇圣刀 帝皇神书 还要强悍的存在 陛下 我再试试 莫苍兰苦笑道 羽皇谷弟道 一定要将天皇谷中夺取过来 现实的手段行不通 唯有靠你做梦了 天皇谷中在荒族祖地里面 世间无人能够催动 别说羽皇谷弟不方便去荒族祖地了 就算他真的去了 真的站在天皇谷中面前 也没办法将那法宝带回来 因为根本抬不动 想要拿到天皇谷中 除非是做梦 现在羽皇谷弟 就是叫莫苍兰做梦 莫苍兰号称大梦天君 是因为他修炼的一门术法 他所修炼的术法 名叫大梦千秋 乃是洪荒八进之一 洪荒八进便是星辰变 天珠变 昼光神觉 万古不朽法 微落之眼 深蓝国度 铁血苍穹 大梦千秋 在洪荒八进里面 大梦千秋是最为诡异 最为神秘 最为特殊的存在 这门术法可以将梦境变成真实 很多人喜欢做梦 因为梦里什么都有 但很可惜 无论梦境再美好 也影响不到现实世界 梦境的事情 在现实世界不会发生 也不会实现 但大梦千秋 诡异就诡异在 这门术法可以让梦境成真 但这门术法也有很大的缺陷 就是容易让人迷失在梦境里 这辈子都出不来 最终沦为枯骨 所以被称为禁术 万古以来 不知有多少人 曾经修炼过大梦千秋 但无一例外 他们最后都死了 从来没有人 能够摆脱梦境的困索 而墨家老祖墨苍兰 是万古以来唯一一个 看起来能够顺利掌握 大梦千秋的人 至少从旧日时代战争 一直到现在 墨苍兰从来没有迷失过 因为他懂得克制 有些事情是做梦都不要想 否则必定会沉迷 这辈子都挣脱不出来 如果不是羽黄谷帝 威迫 墨苍兰绝对不敢做这样的梦 居然要把天皇谷中偷过来 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 他一直很克制 就算是做梦 也从来不过分 唯一一次过分的梦境 是在旧日时代的战争里 天舞仙门强大 万须不敌 为了逆转战局 墨苍兰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 他创造出了百亿大军 然后第二天 梦境里的一百亿军队 真的降临到了现实 为万须扭转了战局 那一次梦境 几乎让墨苍兰迷失 幸好最终击败天舞仙门 大气运加深 让他恢复了过来 现在这个梦境 比创造百亿强者大军 还要过分离谱 居然想窃取天皇谷中 陛下 想窃取天皇谷中 让梦境变成真实 我需要大量的天才地宝 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现在这些资源 还远远不够 墨苍兰摇摇牙 向羽黄谷地表明了自己的难处 梦境成真 需要消耗资源 耗费的资源越多 转变就越是容易 墨苍兰最喜欢的 其实是等价交换 自己想要什么 就拿同等价值的东西 去梦境里换 保持等价交换的原则 那就永远也不会迷失 但这个世间 显然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拿来等价交换天皇谷中 羽黄谷地脸色一沉道 我已经给了你很多资源 果然还是不够吗 顿了顿他又沉声道 如今看来 必须要去夺取旧日宝藏了 只有拿到旧日之主的宝藏 我们才有可能 有足够的资源 让窃取天皇谷中的梦境 变成真实 墨苍兰听到 要去夺取旧日宝藏 心中一领道 陛下 你是准备亲自去夺取吧 羽黄谷地黑黑一笑道 我不能随便离开万须神殿 否则天女 人非凡 轮回之主等人 联手阻杀我 那就麻烦了 天女得到帝皇神书 叶臣斩尽百家 执掌人皇圣道 让羽黄谷地感到深深的威胁 他甚至连万须神殿 都不敢再轻易地走出去 唯恐生变 他缺少的 其实并非修为实力 而是完整的乌无神迹 唯有拥有完整的乌无神器 自己的气运 才能真正地达到 恢弘无量的境界 无惧一切威胁 莫苍蓝宁重道 那要派谁去呢 羽黄谷地道 当年旧日之主 埋下宝藏的时候 用天军风神碑 布下了禁制 只能天玄境 和以下的人进去 我就算想去也不行 思索一会儿 羽黄谷地便道 叫你女儿 莫采蝶去吧 她在天玄境内 是无敌的存在 有她出手 寻宝或许会有几分机会 莫苍蓝心下震动道 叫采蝶去吗 羽黄谷地 黑黑笑了一下 冷漠道 怎么 你不舍得 她不过是一个梦境中人 用来储存 弑魂珠的容器罢了 你还真当她是亲生女儿了 莫苍蓝沉默下来 无言以对 羽黄谷地又笑道 你放心 若是这次寻宝 她能够立下功劳 我可以取出 她体内的弑魂珠 让她摆脱容器的命运 听到这里 莫苍蓝精神一震 那就多谢陛下了 我马上照采蝶过来 当下便叫左右下人 去通传 不一会儿 一个飞扬明媚的少女 大步走了进来 那少女正是莫苍蓝的女儿 名叫莫采蝶 她皮肤白皙 一身衣裙 是五彩斑斓的颜色 真如一只采蝶一般 陛下 父亲 你们见我吗 莫采蝶一蹦一跳 笑嘻嘻地来到 莫苍蓝和羽黄谷地的面前 羽黄谷地眼眸微眯 微笑打亮着面前少女 莫采蝶身上的气息 非常的特殊 它并不存在一丁点 现实世界的法则波动 它不是诞生在现实世界里的人 它其实是从梦境里诞生 当年羽黄谷地曾经得到了一块 无无神器的碎片 名叫弑魂珠 那弑魂珠有吞噬神魂的强大效果 甚至可以蚕食传说中的轮回圣魂天 和一般的无无神器碎片不同 弑魂珠碎片分为四块 只要四块碎片集齐 就能够组成完整的无无神器 威力不输三皇至宝 那四块弑魂珠碎片 羽黄谷地得到的一块 是最大最强悍的存在 强悍到他竟无法妥善保管 无论放在什么地方 都会受到弑魂珠的侵蚀 自己神魂也要遭到蚕食 到最后 羽黄谷地勒令莫苍兰 替他寻找一个容器 用来储存弑魂珠 莫苍兰不得已 自己做了一个梦 在梦境里创造出一个少女 那少女从诞生之日开始 就拥有横推天玄境无敌的实力 乃是莫苍兰苦心雕琢而成 他为少女起名叫彩蝶 当时自己的女儿 如今 莫彩蝶正是 弑魂珠碎片的容器 羽黄谷地微笑着望着他道 彩蝶 史诗世界隐约有变动 我想叫你过去查探英国 若是有机会夺取宝藏 那你便出手抢回来 谁敢跟你抢 你就杀了谁 等你回来 我又重赏给你 莫彩蝶一听 美眸亮及道 陛下 你想叫我去史诗世界吗 羽黄谷地道 是的 莫彩蝶目光一转 看向莫苍兰道 父亲 那你去吗 莫苍兰苦笑道 我不去 此次史诗世界之行 是你一个人去 莫彩蝶撇了撇嘴道 我一个人去吗 有点无聊 算了 既然是陛下吩咐 那我便去了 羽黄谷地笑道 彩蝶 你最怪了 那我们便等你好消息 莫彩蝶嘻嘻一笑 好的陛下 父亲 那我回去准备了 说着便转身离去 羽黄谷地看着莫彩蝶那离去的身影 摸了摸胡子 心情颇为不错 若是莫彩蝶能将旧日宝藏抢回来 就有足够的资源 去支撑他 窃取天皇谷中的计划 一日清晨 丹青戒 丹青信宗 夜晨休息了一晚 灵气和精神都完全恢复了 便慈别南宫灵 和升觉天一起出发 奔赴史诗世界 升觉天前辈 你也要跟着去吗 夜晨问 升觉天道 尊主 我出身生死殿 掌握着逆转生死的秘书 必要的时候 可以保护你的性命 所以还是跟着你一起去 较为稳妥 夜晨笑道 倒也不用保护我 这世间便是羽黄谷地 想杀我也没那么容易 升觉天谨慎道 凡事谨慎一点 总归没错 那么多久 你也不为了 灵气和